当上帝,真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人类之外, 只要真神,上帝,说出话来,其他一切创造的事情都发生了,只有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靠他自己的手做出来,并且他把生命的气息放在我们的身体里,只有人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上帝的特征,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是上帝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创造,我们是以上帝的形象特别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属性来自于真神。 真神是无极限的灵体,我们是有极限的躯体,所以人与真神绝对有差异,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能力与真神的力量进行比较。 圣经向我们透露,我们是从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如果我们通过化学分析仪探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是由各种化学物质混合制成的,这些化合成分都可以在地球上泥土中找到。 我们从尘土而来并且也归回尘土,在这生死两点之间,上帝的气息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在地球上有特殊的目的。 儿子有父亲的形象,但不完全是父亲的复制品,父亲将他的一些属性传给了他的儿子。 在上帝的属性中,人类却没有这些的属性,神圣的奥秘,永恒的无形,不会改变的,掌管天上地下,胜过邪恶力量,祝福的源泉,真理与全能。 在上帝的属性中,人类而有一些这样的属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仅有的一个,同情,善良,创造力,爱,正义,智慧和知识。 真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人类可以生产飞机、船舶和汽车,使我们可以到达世界各个角落。 真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但人类可以生产发动机、机械和工具,使我们可以建立世界各地的建筑结构。 真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但人类可以造出计算机、互联网和图书馆,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 真神是唯一的神,但人类也可以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但我们没有像上帝那样的能力,我们只是他手中的黏土。 真神有同情心,但人类都会关心一个小动物和不幸的人。 真神有善良,但人类可以有良心,知道人类生活中有好或坏的事情。 真神有创造力,但人类可以寻求新鲜事和有好奇心,我们只能从某种东西创造出一些东西来。 真神有爱,但是人类的爱是有条件,当我们还是个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爱我们了。 真神有正义,但人类可以寻求公平和平等的待遇,人类都在寻求人权。 真神有智慧和知识,但人类可以创造各种知识和智慧来改善人的生活。 上帝可以从没有中创造出东西来,人类只能使用现有的元素和原料来处理和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 人类具有能发现、发明、制造工程奇迹、医疗新突破和探索外太空的巨大潜力,但人类却有智力边界和身体限制。 虽然我们是地球上的主导物种,但仍不是地球的主人。 人类可以像上帝一样行事,但我们仍然不是神,上帝就是真神,人就是人。 上帝有很多的属性,但他属性的总结就是爱。 上帝对人类无条件的爱,他不仅创造了我们。 而且提供、保护和指导我们,最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救恩。 我们具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在地球上发扬上帝的属性。 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都有不同上天所赐的礼物,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礼物,透过我们来揭示上帝的形象。 上帝是善良的泉源,因为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对所有生物的爱是人类最崇高的属性。 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罪恶本性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撒旦是基督教的另一个敌人,甚至是撒旦的追随者,无神论者,外邦人和不同宗教的人都不是敌人,而是基督教的朋友。 每个人都以上帝的形象出生,但有时候暂时会陷入邪恶势力的影响。 只要我们忏悔和改过,承认我们是罪人,脱离撒旦的诱惑,并且爱上帝及爱人,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成为好基督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